再來就是這個男星范逸臣 在臉書上發文說 意見不同就撲下去 哇 意思就是講那個中嘉賓撲那個陳金輝 歌手紀小軍也在下面留言 結果民進黨支持者不滿 既然去出征 這樣有民主可言嗎 好啊 我們來聽聽看歷史哥怎麼說 韓院長真的從頭到尾 他的表情都沒有 去憤怒或者去大聲斥責 他真的就是 想要把他的工作給做好 結果你看到這些人 所以最糟踏國會的就是你民進黨 還要再講什麼 而且民進黨現在學會一個超級不要臉的技能 我也是很佩服他們 就是說臉皮厚到比南極的冰川 三五千公尺還要厚 這全世界也獨一無二 就是民進黨這些委員 柯建民總召 在第一次黨團協商的時候 當著全世界的面 對民眾黨的委員直接說 你是老兄弟喔 張成本在趕出去 結果現在呢 每一次就帶人來 每次就老兄弟 民進黨跟你講道理的時候是什麼 只有呢 他完全優勢的時候 你賠眼賠跑的份 有時候你負責當提借木 你負責當他的花架子 當他的花瓶 民進黨所說的那些 橫著看起來都很美 縱向看起來都是鬼 你看吳思耀每次對什麼 黨團協商的時候發言的時候 都講一大堆什麼民主的原理邏輯 他們公民課真的是修了一百分 但問題他們的道德課 他們的內心 不僅是零分還是倒扣一百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哪裡有民主啊 他們講了一嘴好民主 結果事實上都在霸凌別人嘛 民進黨所有講的鬼話糊 千萬不要再相信一個字 再相信一個字 那就是真的就是在一黨自決坟墓的時候 我講的很重喔 所以禮拜二務必該答正的全部都要答正 不能再讓他們拖下去 因為他們現在你看 所有的下三難招式都弄出來了 他這一次是對韓國瑜雄暴 壓制韓國瑜 下一次他會再給你搞出什麼 小憋三難招式你不知道 這些字幕根本來就停止了 在這個階段 提到他最不公開啦 那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 都是最不公開的 提供的對抗力 一千